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物不同 一只薄薄树心 却可以道尽一生的相思 树心不论从古代到现代 从中国到外国都是寄托清感的一种美妙的载体 在济南有这么一栋楼 它拥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秦南令狐因亲笔手术 在凡黄树叶里与闲闲对话 古旧的钟表在不紧不慢地降速着 观音的故事聚散一台中 意亚的静音 建唱还萦绕在老汉 在全城济南这座显为人质的小小博物馆 在时光的异域里 正存着历史的记忆 这栋历史悠久的建筑时间于1904年 它的前身就是济南府电报收发局 已经有119年的历史了 它是亚洲第一的老济南火车站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2013年 它正式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国宝及建筑 我国家之前也有树信 但是到我这个年代已经没有了 你可以给我介绍一下中国之前分类型的用树信写信来联络吗 中国的树信其实发行到现在已经有三千年的历史了 早在古代的时候 中国人传递树信都是官府来进行传递的文书 但是老百姓在那个年代是有很多的话也要通过书信来传递的 他们并没有办法来传递书信 怎么办呢 便会找到给官府传递书信的意识 就是现在的游地员 那时候骑着马来传递书信 所以说那种传递形式也叫快马传输的形式 这是一种真实的把情感和时间凝结在文字上的一种通信方式 在我们二楼的馆藏的书信当中 总共有400多封书信 其中呢 还有一百多封书信呢 都是介绍我们现在的 很多的友情 亲情 爱情的 很浪漫的书信 一茶匙 放入一深而高的大水罐内 罐内充满极热的水 用不蒙头 将蒸汽甚深吸入 能使喉不舒爽 服用后极有效 四分竖瓶送上 信任 何方一世 好在这要是无害的 拾不住乱子来 我身体很好 工作急忙 近来水面不是很好 大夫说 我熟了 但是我自己并不觉得熟 日夜工作 亦不管疲惫 你们二人选的这两封书信呢 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写友情和爱情的书信 其中呢 这封书信呢 就是中国的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 写给社会学家陶梦和先生的一封书信 表现出了好朋友之间呢 十分关心自己友人的这种情操 你的这封书信呢 就是介绍爱情的 是物理学家郑华之写给自己爱人的一封书信 他们在商量工作之余呢 不忘夫妇之间的虚寒问暖 可见他们的爱情呢是十分的甜蜜的 而且呢也十分的浓厚 凝结了时光和泪水的属性 将中国文化严肃 千年的精华提送到我们眼前 我们在博物馆中感受沉淀与至摸上的智慧与情思 也既如撒专约古信 拥抱树心的所见所闻 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知 愿君多采歇 四五岁相思 五岁相思